看一下就是把这个东西 把中间那个外面刮糊的里面东西 要把它复制贴过去 他每天都要做这些事情 每天哦 而且笔数非常多 可能是几千笔到几万笔都有可能 因为网路上爬下来的东西 那网路上爬下来的东西 所以其实如果说他用人工的方式来做 我看他根本就不可能准时下班了 而且其实效率啊或者是说工作的品质也好 都不会太好 所以呢他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用那个程式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不一定用程式 用VBA 不用VBA 用里面的那个内建函数 其实也可以 有没有用FINE 前面我们讲过 用FINE先找这个前刮糊的位置 再找后刮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中间这一串拉过来 不也可以吗 所以如果你用之前的方法试试看 插入函数 那里面的话有个文章 要用FINE FINE的话呢 也许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FINE FINE什么 FINE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当然有时候不好选 我是建议不好打这个字 你不如干脆先Ctrl C 然后再到这边的话 插入那个FINE函数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一样就类似的逻辑 把这个东西 FINE这个东西 然后他会在哪里在这里面找 他会告诉你145个字 所以找到这个字的开头 对不对 那后面后刮糊部分的话 就是一样嘛 就是把这个改一下后刮糊 然后再用MID的公式 把它切割出来 不就OK了 所以其实不就是逻辑 跟我们之前那个方法一样 一先这个嘛 二再把公式减下 再用那个MID函数 有没有 这个我想我们前面都有做过 其实在这里嘛 然后star number就这个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加一个字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这个刮糊 我要后面那个刮糊 然后呢 后面这个不用 因为这个number choice 是说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除非说你有很多的这个东西 不过后面还有 因为这一题没那么单纯 他就是一个出生歌里面 有不止一个超连结 就是不止一个刮糊 所以他 我以为很简单 不过后来 后面当然有更其他的方法 然后MID的话 就是说跟他讲 在这里面帮我找 那找几个呢 就是把那个后刮糊的位置 不过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后刮糊打不好打 所以变成说 怎么你要把这个再复制一下 这比较麻烦 所以刚刚就 就跑掉了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find里面的那个 把这个公式大概知道一下 但是他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说他有好几个 就是里面不止一个刮糊 还有往下的 这个然后把这个里面 这个是这个加一个字 这个跟之前的逻辑是这样 那我先不改这个好了 我先就是等下再改 减掉就是后刮糊 减前刮糊 然后再减掉一个 然后按确定 那不过呢 这个当然会错误 主要是这个 所以再把这个符号 再把它移到这边的公式里面的 看的应该看得懂 这个吧 这个应该 其实慢慢看应该就熟悉 然后一样的逻辑 你把它打个勾 OK 那就把它抓过来 但他向下填满 我说你可以下班了 对他这个 不过他跟我讲说 老师请你再往下卷动到第六列的地方 我本来想说很简单 他说第五列还是第六列 没有 这边就有了 第七列也有 原来高兴的太早 因为像第六列 一个 两个 这边有两个 然后后面还有三个的 还有四个的 还有五个的 OK 那怎么办 所以要想办法 我是有把那个程式怎么写 写出来了 只是说 那个部分太复杂一点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参考云端上面有参考的答案 自算切割的程式 这里面的话会需要用到 我这边有解说 反正就是刚刚讲 fine fine哪一个 不过我是有把它拆开来 分好几个阶段 当然你可以一次 一个阶段就完成 然后呢 底下 VBA在这里 VBA我是这样写 就是我们原来是写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要让它 不断往下找的话 请各位要参考 黄色就是后面加的 最重要是这个叫do file的回圈 do file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知道有几个 反正你就继续往下找 直到找到没有为止 OK 那这个回圈的意思 不像fine fine是 哪一列到哪一列 有一个固定的范围 那 do file就是说 它没有范围 反正你就一直做 直到呢 后面这个条件 后面这个条件 它 它等于false false就是不是 所以后面这个叙述就in3 这个in3是寻找 找什么一直帮我去找这个东西 找什么 找钱瓜糊 直到不等于零 不 直到等于零 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就要进到 不等于就有找到 有找到就帮我做切割 切割 直到呢 它等于零 前面讲过了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其实就只有多几行 123 然后456 大概就多这六行 如果这六行 目前跟各位讲 可能有点太难了 所以 如果 后面 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自己先稍微研究一下 就是多一个do file的这个回圈 如果你会加进去的话 它就可以下课了 它可以下班了 不是下课 它就可以下班了 对不对 这个当然 我就把 如果你们有兴趣 就把这两段 清楚跟切割 所有操练节 你可以把它放到 我是把 我切到这个好了 其实这两个都可以 把这边 如果我们 假如说 要用VBA来做的话 一样就是 再把这两段程式 放到那个切割 里面的模组 把它贴上 你会发现 如果这OK的话 只要把它执行之后 这些呢 就全部OK了 好 那里面不管它是有几笔资料 有一万笔 两万笔 一百万笔 也都一下就完成了 但如果很不会呢 你就是慢慢来了 只是那个逻辑 目前对各位来说 这个是有点偏难 所以我们之后呢 如果有遇到 那我们再慢慢加入好了 OK 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 我们的范例档里面 有没有 这个 自串切割这一题 所以有兴趣同学 不妨可以自己 再稍微研究一下好了 OK 那其他的话呢 我们再来还有一题 我觉得还蛮值得讲的 就是103开头这一题 这个103这一题 你把它打开了 这C跟D 刚才把这两栏删掉好了 其实主要这一题 就是说 这边有原始资料 那我们原来是想说 帮我算一下 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有几个是非数字 数字跟非数字的判断 比如Excel 里面有没有数字 没有0个 那有几个是非数字 那就是5个 5个英文字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 要把这件事情完成的话 当然方法很多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上面就有一个参考的答案 这个答案的话是用什么 用那个Excel里面的公式 那主要用了几个内建函数 第一个Raw 而且是一个范围的阵列 然后Mid Mid是说签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 用Core Core是内码 就是说判断它是不是 是在那个数字的内码范围之内 如果是的话 那就算一个 如果发生错误 就是过滤掉 如果最后有几个 就帮我上加总起来 然后因为它有是一个范围 所以必须外面 再包一个大瓜糊 这个大瓜糊 就是所谓的阵列 而且这个阵列 你不是说 自己在外面这边 自己打上去 那个大瓜糊 如果你这样打不行 你这个大瓜糊怎么产生的 一定要是Ctrl, Shift, Enter 它才会执行 那这个所谓的阵列 其实就等同VBA里面的回圈 也就是说 在这边执行回圈的意思 但是会有一个麻烦点 就是这边只有一行 你一行里面要写这么多东西 所以之前我讲完 用Excel怎么做 我后来发现同学真的头都晕了 而且做正确的人太少了 所以后来发现 干脆这部分 我们直接用什么 用VBA来写 好像反而相对的比较简单 OK 所以待会的话 也许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那个逻辑 那我们等一下再看 怎么样用VBA 快速的把这些问题给解决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有提到有关那个 自串的那个 那一题 自串切割那一题 里面有用到那个 都会回圈的答案 参考的那个 程式码云端上有 难度当然比较高一些些 那之后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慢慢补充进来 因为一下子讲 那个都会回圈 可能大温同学 一下子可能没办法接受 也许后面我们有机会再来谈 那所以 待会也许我们就是看那个103 判断就是某一个原始资料里面 有几个数字 有几个是非数字部分 那是否不能作出 那是否在那里面 那是否会很干嘛 那是否在这些 那是否会有机会的 那是否会儿端上来 那是否会做的那样